薛家燕日前与胡定心,陈展鹏,马德忠和李耀祥齐齐到马来西亚云顶登台,难得一线小生,花旦合体现身,台下观众反应当然十分热烈,不过在演出期间,一身桃红仙子打扮的薛家燕,从升降台升上舞台后,准备下楼走到舞台正中,期间一众心不稳,险些出现意外,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贴上一段视频。 内容是直击薛家燕显量意外的经过,视频中所见,一身桃红仙子打扮的薛家燕,从升降台升上舞台后,本来兴高采烈地边走边唱,殊不知是否因鞋子太高的缘故,不小心插错脚,而差点从楼梯滚下来。 幸好当时马德中和陈展鹏站在薛家燕的身旁,两人立即扶住薛家燕,总算避过意外的发生,视频曝光后惹来不少网友吐槽,设计服装都无脑的,不会才短点了。 如果没有两位男士,又是一个事故,真是都不知道舞台设计怎么想的,还好有两个大帅哥陪在一起,两人互乏,薛家燕当天不忘在台上用幽默化解大家的担心。 我见到你们都很开心啊,所以刚刚差一点点跌倒,还好有两位帅哥扶着我,他又透露当晚感冒,庆幸还能唱的。 73岁薛家燕当晚依旧保持高水准演出,带来热门歌曲《好运一条龙》,即Blackpink成员之似的开花舞,Flower,又唱又跳状态超好。 1950年3月30日,薛家燕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,那时,有许多人重男轻女,且思想刻板,而薛家燕的父母却不是如此。 他们把薛家燕送去学唱乐剧,跳芭蕾,培养女儿的艺术细胞,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两手抓。 在学习的过程中,薛家燕慢慢喜欢上了唱歌跳舞,成为了学校里积极的文艺分子。 八岁那年,她上台为祖父贺寿,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唱歌,毫不怯场,且表演天真可爱,博得了振振掌声。 就这样,小小年纪的薛家燕被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相中了。 九岁时,薛家燕正式出道,陆续拍摄了《大家节》、《天龙爵》等影视作品,与萧芳芳、冯宝宝等同心组成了《七公主》。 活跃在荧幕上,在电视台,薛家燕还认识了另一个同心,那就是李小龙。 他们年纪相仿,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或者聚会。 后来,李小龙去了美国发展事业,而薛家燕则继续拍戏、唱歌。 还组建了家燕、A勾勾乐队,推出了《读书乐》、《那个少女不多情》等歌曲。 红极一时,曾多次获得十大最受欢迎明星、十大歌星等荣誉。 如果薛家燕在演戏和歌唱事业上继续努力的话,那未来的成就必定不可限量,但生活往往会让人意想不到。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,女人年纪大了,就要相夫教子。 薛家燕也不例外,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去韩国参加一个音乐颁奖礼。 在飞机上邂逅了豪门公子石宝庆,石宝庆对她一见钟情。 两人分开之后,身在美国的石宝庆每天三封信,一个长途电话加电报的公式,让薛家燕火速地陷入了爱河。 后来,两人恋爱一年多时,薛母得了癌症,快走到生命尽头的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见女儿找一个好归宿。 此外,石宝庆不是圈内人,而是经营餐饮企业的,这一点正和薛母之意。 而薛家燕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,不如就此结婚,了却妈妈的心愿。 34岁那年,薛家燕嫁给了石宝庆,为了家庭,她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结婚前,她总是忙于工作,根本不会烹饪做菜。 婚后,为了老公的喜好,还专门去学习煮饭做菜,修炼自己的厨艺。 婚后三年,薛家燕生下了三个孩子,每天为奶换尿布,十分辛苦。 可惜,她的真心终是错付了。 小女儿出生不久后,丈夫就出轨了,还晚起了失踪,带着家里的财产一走了之。 令薛家燕手足无措,当时的她痛苦不已,还说,为什么我最爱的那个人这样对我,我想不通。 事后在回忆起这段日子时,她还难以释怀,并说,我当时住在25楼,我的腿差不多要跨过栏杆了。 我的大女儿走过来叫我,我儿子说妈妈你要不要吃薯条,很好吃的,我看着他们,我的眼泪就流下来。 如果我走了,他们就很可怜,为了年幼三个的儿女。 最终薛家燕打消了不理智的念头。 40岁那年,她带着儿女回到香港生活,重新开始。 曾经的薛家燕是当红艺人,步步戏都能演主角,和陈宝珠,沈殿霞等一线明星合作,风头一时无两,可复出后,她只能从配角做起,演大妈,演大姨,毫无主角光环。 面对现实的处境,她没有抱怨,咬紧牙关,逼着自己坚强起来,一边拍戏,一边还要照顾三个儿女,平均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。 薛家燕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,家里的经济条件慢慢变好了,而她的演艺事业也慢慢好转,观众认可了她的演技,并给出了无数好评。 1996年,正当红的周星驰邀请薛燕家出演《时辰》中的裁判一角,让她在荧幕上又多了一个代表作。 2001年,薛家燕接拍了古装剧《皆大欢喜》,这部剧播出后风靡一时,而薛家燕凭借其中的赛凤凰一角获得了TV比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。 之后,薛家燕的事业越来越好,一边演戏,一边主持节目,慢慢成为了TV比的镇台之宝。 如今,她依旧活跃在荧幕上,负责主持《流行经典50年》,《天天开运网》等综艺节目,还被粉丝亲切地称为家燕妈妈。 三个子女都很孝顺,踏实的工作和生活,没有辜负妈妈的栽培。 更幸运的是,薛家燕在离婚后遇到了一个小自己17岁的男友,虽然年龄差比较大,但是却成为了灵魂之极。 对于这段感情,薛家燕十分低调,只有偶然在采访中提到,并说, 我真的很感谢上天,安排一个这样的朋友给我,其实很难得。 前年,她已经给我说天梯的爱情故事,但是我说我有一天会老的,她说不会的,你青春不老。 薛家燕更是表示家人已见过男友,希望趁此互相了解,而被问到可有预先之两招交男友怎样跟子女相处时。 薛家燕则表示没有,觉得顺其自然最好,并说, 有些事情装不出来,日后怎样都会发现,所以顺其自然更好。 早前,薛家燕曾被传男友送其游艇,而当记者问她今次又想收什么生日礼物时她则笑言,游艇未收到。 情人节就收到男友送的手表,还表示有顾虑,毕竟男友比他年轻十几年, 怕再过十几年,对方可能要扶住他走路,但男友叫他别想太多。 现在开心便可以了。 2009年年底,薛家燕因为接受割肝手术后没有好好休养,引起胃炎、腹膜炎、肴脏炎等并发症,还影响到心脏,一度陷入昏迷。 事后,她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,想让三个子女陪在身侧。 据悉,大女儿石又山为妈妈和乐坛新人王子轩担任经纪人,儿子石要婷在网站公司任市场推广。 小女儿要珠则帮妈妈打理家燕妈妈艺术中心,看着昔日发黄旧账,薛家燕非常楷叹地说,时间过得很快。 我以前还在想怎么带大他们几个,又要供他们读书,想不到儿子已经准备成家立事。 漫长的时间是有经历艰苦,但当中也有快乐的时光,养儿女不简单,可能因为单亲家庭,他们几个也特别懂事,珍惜我给他们的爱。 谈到单亲妈妈挨着带大儿女的心酸时,则说,没有哭是骗你的,我有偷偷哭,但不敢在儿女面前哭,很怕会影响到他们。 记得有一年的母亲节,也是我离婚的第二年,当时很多工作,一个母亲节要跑五个活动,还有其他秀,本来这些日子应该和儿女过的,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,回到家都已经十一点多,我准备卸妆时,儿女们就拿着玫瑰花走进来和我说母亲节快乐。 当时我很开心,但也很心酸,2011年,抛妻妻子失踪三年的石宝庆再度现身,并向薛家燕多次提出附和,但心有所属的薛家燕对此无动于衷。 不久前,薛家燕投资的微电影《我们毕业了》,在香港星光戏院进行拍摄,这次她在戏中饰演校长角色。 演员阵容还有林胜斌、罗林、钟明锐、陈思琦及她的上百位学生。 薛家燕表示,特别感谢几位演员分文不收以作支持,不过自己仍有给他们小力,是当作车马费。 近年来,薛家燕投身儿童艺术教育事业,特别在香港成立家燕妈妈艺术中心,培养儿童的艺术修养与道德素质。 2022年2月,71岁的薛家燕在出席晚会时回应孕度疑养,表示儿媳妇近期有了身孕,却被误会成自己怀孕,令她哭笑不得。 而即将升级做奶奶的她春风满面,皮肤光滑白皙,看起来很显年轻。 得知儿媳妇怀孕后,薛家燕立即向身边朋友询问安胎补药的方子, 因为顾及怀孕未满三个月不能告诉别人的传统习俗,便只能谎称是自己补身子。 情人节当天,薛家燕分享和儿媳合影,并公开喜讯,结果却被吐槽她的渡暖比准妈妈还大。 薛家燕的荧幕形象素来以丰满腹态著称,她回忆自己当年怀孕的时候, 因为大吃大喝,胖了三十六斤,儿子石耀婷已结婚三年。 迎娶儿媳的时候,她不仅出资三百万一手包办婚礼, 还送儿媳一套精气翡翠首饰,相当阔绰大方。 婚礼现场,薛家燕上台致辞时还不禁激动落泪, 如今年过七旬的薛家燕依然活跃于荧幕上,经常担任综艺,晚会主持人, 在舞台上也总是保持着活力四射的状态。 68岁时还在宏馆举办个人演唱会,堪称圈内长青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